來路不明的Dag 我已經千萬不要亂打 為什麼 橋上面那一疊金 其實是在 其實是給那個 好兄弟 真正比較保險的就是 你在他神教住駕的時候 他起來那一刻 廟方爬出去的 大家都在想說 我要帶媽祖出門 不知道要穿什麼 不知道要準備什麼東西 我們的媽祖攻略又來了 大甲媽祖繞進 對 這個我們菜頭粿 也嚇到幾兩年了 超過十年 喔唷 超過十年 高中升大學那個階段 哎唷 很早 大甲媽到底有哪些熱鬧的 看點必須去的地方 不要講那個什麼 大甲西角看煙火 西蘿那個吃米糕 然後或者是地下道 你不要講這些 我沒有要講這些就殉料 對 真的 講那個殉料 這就是我們好像在外面 給你講 對對對 大家知道 他前面其實從大甲開始到 彰化甚至到西蘿這一段 都是非常人擠人的時候 喔對 人這麼多 看媽祖可能只能遠遠看到他在那邊 對 就一頂教這樣慢慢的一段 非常難親近 因為人真的是太多 太熱情了 對 阿當我們過西蘿 出復興宮之後 開始會進入一段田野 這時候人比較少了 阿媽祖的神教 甚至可以在你旁邊而已 你那時候就沒什麼 就像教班幾個人在那 這時候是你離媽祖最近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跟媽祖求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個時候是媽祖 最能夠聽到你的心聲的時候 回程的話大概就是在田尾北斗那一段 那一段風光明媚 到處都是田園 你就會看到那個媽祖教走那種田野小路 田野中就是媽祖神教 後面帶著一批人 真的漂亮 那時候你會看到很多攝影師都躲在那個田裡面 然後在那邊取那個 彼此性的一刻 對 再來我們從文德宮過去之後要到花壇 然後要進入彰化寺那一段 真的是兵家必爭 甚至警察局會事先開會 把他這些公廟的人都叫過來 安排你們所有的接降的田 過了這裡之後 就要趕快換下一批人 不然會有問題 先分配好的 都先分配好的路段喔 你這間廟就只能 這根電線桿到這根電線桿 用電線桿來計算 類似很嚴格 哎呦呀 就是要花壇 要進到彰化寺那一段 所以立彰化那段算是 公共的接立賽 接立賽 一間接一間立場 再來就是我們進到彰化寺 我們要睡覺 對 大家都知道 大家媽在睡覺都是洗地而睡 對 說宰奇樓什麼的貨 還有一個最特別的點 在於他們的 市議會 市議會在那一天 外面那個小空地那個公園 滿滿的都是帳篷 變成露營就對了 瞬間變成一個露營區 就一年一度的大家媽露營大會 就在那邊 滿滿的帳篷 衣服間有 沐浴車 典型帳篷 全部都在那裡 又離南瑤宮很近 當他去南瑤宮住駕之後 大家就趕快去搭帳篷 回程去那個 彰化寺宇會 所以去回程 彰化寺宇會就是一個重點的錄影點 就是一個大型錄影劇 你走的這十幾年當中 你的經驗有什麼東西是必備的 一般來說最重要的 換洗衣服 一般其實我們 行李盡量輕便為主 所以我們可能會帶個兩套 過程中如果遇到什麼 自助洗衣店 或是你有時間自己洗 有的人是會宅急便器回家 或是在過程中 買新的 再來就是睡袋 睡墊 有鋁箔的那一種 比較防寒的啦 然後防暖的那一種 不然有時候紙板啊什麼那個 睡酒還是會鑿 還是會鑿 那講到這個 我們也順便提醒大家啦 如果有帶帳篷的 你在露營的時候呢 拜託 電子卡稍微扭一下 好嗎 你那個 什麼縣義會啦 公園啦 停車場 你如果草地可以打的 你就去那邊 電子卡 留給一些沒帳篷的 對啦 盡量 盡量把室內留給沒有帳篷的 對 因為我看到很多論壇 大家或者是群組 大家都在討論啦 說你就有帳篷啊 你又有人躺在電子卡 或者是躺在那個 室內的空間 對對對 你不知你的室內的帳篷 這樣 對啊 那個就把空間開放給大家 對不對 不要給人家賜好不好 對啊 再來就是也呼籲 不要 妨礙到人家店家做生意 在這十幾年當中 你有拿過一些比較特殊的紀念品嗎 整包的 那邊可以分享一下 這現在都絕版了 絕版了 這都是古年啊 重新年啊 古 以前的路 我們第一次 我們好友有帶出去 哦 這是胸臟 哦 這就是你現在大頭照的頭像嗎 對 當然自己設計自己做會是比較特別 再來就是 這樣每年 大家也都會去搶 哦 這很熱門的奶嘴 對 啊這也不是一般人能夠拿的 哦 據說有的要需要拿奶嘴去換 或者是要拿媽媽手車去換 證明說你是有兒子 對 證明我們不是黑白頭的 去年我們 在路上有拿到這個很可愛 剛剛說被拆下來的吳子山 吳子山 這是古藝他們做的 哦 古藝他們每年落盡 他也都會出盡起早 啊再來就是 是我們大家都看到的那個LED 哦 對 路上很多人真的發生這種光條啦 然後這種 會發光霧啊 對對對 他們每年都會募資 然後希望說大家在路上 有個發量的東西 比較不會減少說被車子撞到的機 嗯 啊再來就是 這也不是一般人拿到的 哦 那五大團自己做的 限量的 限量結緣品 哦 我們都放在將軍啦 麵麵那種 嘿嘿 那個要有緣分 他才會拿給你 哦 他是那個將軍團 終於團的這個 天順將軍啦 這也是一個資源去拿到的 哎呦 這是一般人真的拿不到 就不一樣了 就不一樣了 這個時候我要講一下 嘿 你說 來路不明的Dag 已經千萬不要亂打 為什麼 因為我們曾經就是 親眼看到人去拿那個 鉤定 嘿 橋上面那一疊金 其實是在 其實是給那個 好兄弟的 路上好兄弟 或者是路上傻的那一些 就是給 路上的好兄弟 這個我要補充一下 我們台灣民間的 時俗當中呢 七月時 會放在 鉤頭 鉤月 哦 有一個金索 那是跟好兄弟的 這個算買路菜就對了 嘿 要給錢 對 要給過路的好兄弟 用的 這樣 你先別人看著金索就拿 也別人說 人真的拿給你 你就拿 他有可能是 簡陸邊的人 對 然後在那邊 雞大板發給你 不過真的 大家還是要注意 金索 銀索 要分 你不要看到 一索就拿 對 真正比較保險的就是你在他神教住駕的時候 他起來那一刻 廟方爬出去的 那個是比較保證是真的對頭店 但那個時候應該搶成一團 搶成一團 也是難搶 不過 如果你拿到地球金你會怎麼處理 一般先背著 背著 你可以不實質詢 對 因為我有小朋友 對 常常小朋友 不是媽媽 我們 不知道他怕到 為什麼 我們就是 一堂地球金 我們小朋友不知道怎麼 還怕到 就把我們媽祖部給他 保證一下 嗯哼 小孩子 我們還是盡量不要讓他喝苦水 對 我們就是化掉到 滑滑 擦一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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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好 我們以前在台灣故事的時候 那一次做特輯 我們找夏雨昕 跟我們的主持人姚淳耀 做回來去嚇 大家罵 那個時候我們就拿到 一支的地球金 我們紅棟的請主 給我們 出外景 回來就是先把檔案 影片整理整理 準備要剪接 讓剪接師剪接 結果就有一個 記憶卡 怎麼樣都讀不到 那個記憶卡卡到 卡到 記憶卡卡到 這時候我就突發奇想 不然 剛好我們去 帶過去 不像第一天看 好 這樣 半個小時後 企劃告訴我 都讀到檔案了 想不到 媽祖部連記憶卡也能受理 那今天我們也讓蔡道貴 跟我們分享的這一些 特別的東西 那當然也是 希望大家在走的時候 可以多多去觀察 我們大家看 這個行程當中 一些不一樣的光光 這樣